南投西投教育園區 大早門口湧現長長的排隊車潮 園區內的停車場近乎全慢 人滿為患 路上有沒有遇到塞車的事情 路上早上有一點點 大批遊客陸續上山 還有人包團出來玩 南投天氣晴朗 上山呼吸新鮮空氣 大家心情都很不錯 好久沒有出來了 出來放鬆一下 除了門太久 暑假也來到最後一個週末 很多家長抓住暑假的尾巴 帶孩子出遊 因為本來都沒有辦法帶小孩子出去玩 就是趁著最後一個禮拜 避暑趁地吸頭 在週末兩天 入園的人潮都上看6000人次 原方不到10點 就在入口進行人車管制 那載員人數大概在4000到4500人次 那所以當停車場滿場 我們就採車輛一出一進的方式 同樣人很多的 還有日月潭 停車場商店街人潮都很多 有差不多回來 應該有五成以上了 人潮很多買 其實還好一半半 台商說人氣幾乎要比過年還要旺 白天很熱鬧 晚上也像是不夜城 附近的民宿住房率也來到八九成 主要是因為這個禮拜 是最後一個禮拜天 禮拜六禮拜天 所以一般家 父母就帶小朋友出來玩 你看街上已經這麼多人 近期疫情穩定 遊客出門透透氣 家長們也把握週末帶孩子放風 讓南投各景點軟潮都有明顯回流 接下來中文詳詢 文詹景成 SNG小組南投採訪報導